我喜欢李慧珍 我对她就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这样回答你来应 既然重新订了主题 就应该比之前更有特点 再这样下去 二十周年纪念刊还出得来了 你们的脑袋里 就没有一点创意吗 要是都没有 那我就知道 我挂这个主题怎么样 老掉牙的东西就不要再提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以全新的方式 来展现老掉牙的话题 把重点从童话故事里的主角 转移到配角身上 配角 怎么转 音乐剧《模仿坏女物》 大家都知道吧 它里面就是以绿模拟为主角 不是也取得很大的成功吗 简单来说 就是把重点放在配角身上 让我们重新首读一下童话故事 让配角们 也做一回主角 这个天上去倒是很新鲜啊 很多时候配角比主角 更有影响力 确实不错 每组 就以这个话题深入讨论 展开工作 下周再看劲动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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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从刚刚副主编那个反应来看 他很满意境内的决定啊 对啊 对啊 我们的 他刚才走的时候啊 我竟然看见他笑了 他笑了 太不容易了 一幕 家庭不错 感谢你救了我们的命 中午再吃点什么吧 吃烤肉吧 吃烤肉 就他们定了 案子通过的话 我请大家吃烤肉 好 走 吃饭去 一幕 吃饭去 你们先去吧 我还要忙点事 这是什么 自己看一下吧 看完了 然后呢 接着看 其实这个创意不是我的 是李慧珍的 因为这个创意是她的 所以要以此为主题的话 我认为要把李慧珍找回来 满全所有 我们必须要尊重 不是已经有人找过她了吗 是她自己不想回来 找她的人是朱英俭 我想如果副主编 你亲自找她的话 一定会不会一样 毕竟所有的误会 都是因你而起的 既然她自己不想回来 我又有什么办法 通知大家十分钟以后看完 你必须对这件事情复杂 你什么意思 一直以来 我认为你是一个公正无私 有原则的人 我认为是 贵珍的这个方案 无论怎么看 都是目前为止最棒的 既有创意 也有心意 能引起所有人的兴趣 而且我们编辑师的很多人 都能发挥她的所长 但你却在这种时候 一拉不下脸这么幼稚的理由 说要换个主题 副主编 这很不像你的风格 幼稚 你说我幼稚 难道不是吗 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解释 就是只要有李慧珍的事情 你的底线 你的理智就会完全消失 看来副主编对李慧珍 有别样的感情 李一默 凌亚 我想问你 如果那天发生事情的 你不是李慧珍 你还会像这样大话雷霆 无论对错都不给她整个机会吗 我不必向你解释这些 你根本就无法解释 你无法解释的原因 是因为你对李慧珍 确实有不一样的感情 你特别在意她 关心她 她的每一举一动 都会被你无限地扩大 她的每一个动作 都在你的审视下 她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你没必要以一个正规的员工 或者比正规的员工 更高地要求来要求她 这不是她的错 为什么要她一个人来承担 够了 我说错了吗 这应该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我记得有一次你让她去买工作 她买完了 你也是这么对的 还有一次在机场走错路 你的反应也太过激了吧 我想请问这几次误会里面 有哪一次完完全全是她的责任 为什么你知道明明不是她 却要她一个人来承担 到底为什么 我对你的这些举动 根本就无法理解 这不是因为你喜欢她 是又怎么样 一样一样的 我一member 说不得吗 有一些民间土豐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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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感冒的时候 一例如在身边放上一颗洋葱 可以加快感冒痊愈 就算 我真的对李慧珍 有什么特殊的情感 就算我真的喜欢他 我跟他 也不会有什么发展的 所以说 还不如不要说 还不如不要再见 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在你躲避他情感的同时 难道就不能轻松地找回来吗 你就算胆子 不敢面对你的情感 但是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啊 你有想过李慧珍的干什么吗 你知道这个公子 对他有多大的意义 他最宝贝的就是他的员工程 你就真的一家都不心疼他 在这种时候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 你说够了我 你光会说我 你呢 你有什么立场在这儿跟我说这些 三道 你对李慧珍有什么 我喜欢他 我喜欢李慧珍 我对他就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这样回答你来意吗 要不要换主题随便你 从今天起 我要给自己修年假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氛围下工作 我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氛围下工作 当然了 我知道特看很重要 不过你放心 那叫的稿件你一定会强 李慧珍 不接受的话 你也可以成 就像你找到他一样 我小花 吃饭吧 我们都打包回来了 你怎么了 一木哥 你要去哪儿啊 我打算给自己修个年假 虽然不来办公室 但是该交的文件我都会交 你们要是找我 随时给我打电话了 一定能找到我 大家辛苦了 一木 干什么啊 我一起去哪里 好 我觉得你也做得不错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